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是那它关门了之后损失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厂商营业的目标到底有哪些 第一个可能是要追求最大的利润 第二个可能是追求最大的营业额 第三个可能是追求最大的市占率 那当然还有可能是追求最大的销售量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营业目标呢 大家可以试着想想看 你还记得这些缩写的英文字母吗 SR表示短期short round TR呢总收益total revenue TC呢total cost总成本 FC呢固定成本fixed cost VC呢variable cost变动成本 AVC呢average variable cost 平均变动成本 记得哦如果你忘记了麻烦要回到前面的单元去复习哦 接着我们要利用这些缩写的字母来继续往下讨论后面的问题 好短期底下我们开始准备营业当然就要先买机器设备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固定成本 开始营业了呢 那除了原来发生的固定成本 当然还要开始添购这些器具等等 好那这时候当然就会发生所谓的变动成本 好那当然开始营业了 开始买了这些机器设备也买了 我必须要营业开始这些东西 所以当然就会开始有营业就会有收入 所以总收益也会跟着发生 那是不是说我的总收益比总成本来的小 我是不是就不营业了呢 其实不尽然我们继续往下看分析就知道了 总收益呢价格乘上数量 总成本呢因为是在短期 所以就会有固定成本也会有变动成本 或者是继续延伸下来的平均变动成本 也就是平均每一单位的产量 这个时候必须会发生的变动成本 那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 因为是短期所以就会有固定成本这个部分 那什么时候真的厂商会选择停业呢 当然我会开始考量 如果我停业的发生的利润比营业之后 我发生的利润还要来的大 当然厂商就会选择停业 好那停业的利润怎么计算 当然就是收益减掉成本 这个没有问题 那这个不等式的右边 当然就是指营业之后发生的利润 当然也是收益减掉成本 那因为停业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的收益为零 所以我们用零来取代 那我停业了之后 一样也会发生所谓的固定成本 所以继续保留 好那不等式的右边 不等式的右边当然就是指营业之后的利润 利润当然一样是收益减掉成本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成本要特别注意 你必须要同时把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 都一定要写进来 好整理一下这个不等式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式指 也就是我的收益减掉 我的全部的变动成本 小于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时候厂商会选择停业 那继续往下延伸 我把这个不等式的左边跟右边 同时除以Q 所以得到了我的价格 我贩卖这个产品的价格 如果小于等于平均的变动成本 这个时候厂商真的就会选择停业 也就是说我卖一个单位 卖一个单位的产品 这个时候也同时会发生的变动成本 那当然我卖的部分的收得到的价格 如果比我的变动成本来得低 何必继续营业呢 好所以我们接着来下一个结论 不管你是不是营业 我们知道说固定成本一定都会发生 因此固定成本其实不是影响 厂商是不是继续营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到底什么是呢 什么才是真正决定的因素呢 好我们刚刚在判断厂商是不是选择停业 或者是营业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必须知道说停业这个时候发生的利润 如果比营业这个时候发生的利润来得小 厂商当然就会选择停业 所以在往下继续得到短期停业的一个关键因素 当然就是价格小于等于平均变动成本 这个是厂商选择停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至于长期呢 因为没有发生固定成本 因此呢 他会选择停业的标准 当然就是停业的利润会比营业底下 得到的利润来得高的时候 厂商当然就选择关门了 好一样利用刚刚我们讨论短期时候的 停业的标准继续往下 得到这个市值 我们就不再特别仔细说了 自己往下看 停业的时候当然没有收益 也没有成本 所以不等式的左边当然就为零 那不等式的右边 当然就是所谓的营业底下 创造出来的收益跟成本 所以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好我们就得到了长期停业 这个时候的关键是利润小于等于零 好所以就是我们最直觉知道的 当我创造出来的利润是负的的时候 厂商就会选择停业 这样子的分类 短期跟长期 那大家应该就很容易可以理解 原来这两个关键其实是不相同的 短期的时候厂商选择歇业 那选择歇业的时候 他损失了什么呢 损失了固定成本 像机器设备 长期呢 因为这些机器设备员工 随时都可以做调整 所以歇业的时候 没有固定成本损失的产生 以上是这个单元的课程总说明 我们下个单元见啰 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乐